美国非常擅长舆论攻势 最近美国媒体披露消息 宣称亲屋团体发动了针对北溪管路的袭击 并且公布了相关的证据 在美国热炒亲屋团体炸毁北溪天然气管路的时候 德国立即跟风公布了更多亲屋团体的信息 从而配合了美国的炒作 美国在对亲屋团体发起舆论攻势的时候 也在对中国进行抨击 美国媒体最近突然再次炒作新冠溯源问题 美国官方也表示 新冠起源可能和中国实验室有关 如今看来 美国媒体的炒作 是为了美国国会通过议案作为铺垫 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发布的公告显示 众议院在3月10日进行了 就新冠病毒溯源情报解密的议案的表决 当天是通过419票对0票的结果通过了对应的议案 该议案在议案签署成为法律后90天内 要求美国拜登政府公布所有新冠病毒溯源的相关情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法案是 矛头直指中国的生化实验室 在美国媒体和美国官方再次炒作新冠溯源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已经表态 世界卫生组织会继续推动新冠溯源 并且呼吁中国分享信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 勒令美国拜登政府解密新冠溯源 这是美国国会给中国上演药的动作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多次进行新冠溯源调查 并且前往中国进行实地的调查 给出的结论也是新冠起源和实验室无关 但是美国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时不时就拿出来炒作一番 同时积极拉拢其他西方国家也来矛头直指中国 试图将新冠起源扣到中国身上 美国国会众议院选择3月10日通过要求解密新冠溯源情报 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大流行三周年在即的时候 因此是找准了时机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矛头直指中国的时候 却不允许国际机构对于美国的生化实验室进行调查 显然美国心里有鬼 美国通过生化实验室进行了众多的秘密实验 美国在全球众多地区有生化实验室的部署 从而可以进行各类的实验 同时也可以进行样本的搜集工作 美国从来就没有停止在生化领域的各类研究 期间也有多次的生化实验室泄露事故 不过美国始终拒绝国际机构的核查 包括也拒绝新冠溯源的调查 在中国和美国博弈的阶段 美国不断围堵和遏制中国 美国试图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 为此就有了各类下三滥的手段 美国从2020年开始 就在新冠溯源问题上不断抹黑中国 进入2023年以来 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心意 还是抓住位于武汉的实验室做文章 美国不仅仅在美国国内造势 而且还给世界卫生组织很大的压力 试图迫使世界卫生组织站队美国 暴露了美国极其险恶的心 对于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 是要引起警惕的 关注我了解更多国际时事